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同时也坚韧着徐宫产运机械事业部的总经理 产运机械事业部是徐宫集团下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以土方机械为主的一个骨干企业 那么它主要是有三大门类的产品 第一大门类是从三吨到十二吨的全系列的装带机 第二大门类是小型工程机械 我们公司主要是生产三吨以下的小型工程机械 花仪装载机 挖掘装载机和伸缩臂查装机 构成了我们小型工程机械的四大门类 第三大门类就是我们的铁路装备机械 那么主要包含了三菱隧道施工的庄源台车 和城市地铁施工用的按摩台车 以及我们的运提架的加桥设计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装载机已经生产了将近一万两千多台 今年我们的出口也能达到五千多台 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目前我们的产品在海外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得到了广大用户的欢迎 目前我们也是随着一带一路 我们的产品走向全球 走向世界 首先是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方面 我们现在体现的是一种按照客户的需求 从用户的角度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产品的研发和设计 这样的话就是利用我们现在的研发理念和手段 来打造数字化的产品到数字化的工艺 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我们工厂的制造的资源来进行有效的继承 那么过去工厂的生产制造都是离散型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把生产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各样的资源 包括你的技术 工艺 设备 工装 刀具 包括人员都要进行系统的集成 这个智能制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要通过这个集成把资源有效的利用起来 最终的目标是提高我们工厂来响应市场的能力 来缩短我们产品研发的周期 提高我们快速交付客户产品的这种能力 缩短交付时间提高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最终也是实现我们整个工厂和客户的这种有效的这种沟通 通过这项活动我们能够把海外的很多的客户 也是这些实习生 能够走到徐宫里面来 亲身来感受一下徐宫的文化 徐宫的价值观 徐宫的制造现场 以及徐宫的产品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百文不如一见 当然了他们走进徐宫 也让我们跟他们有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 也让我们了解每一个来自于不同国家的这些人 他们的想法能够使得我们能够双方之间更好的互动和了解 也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